大妈吃完粽子准备到院子里乘凉 谁料却听到一声巨响 还以为是哪个没素质的邻居 往楼下扔垃圾 可没想到大妈走近一看 地上竟是一个身穿亮片短裙的女 已经一动不动了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赶过来 警员初步查看后 发现女人静还有呼吸 便赶紧将她抱上警车冲去医院 之后经过一晚上的抢劫 女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什么时候能够苏醒还无法确定 为了尽快弄清楚女人是怎么坠楼 次日一早 警方就将案发附近楼上的所有邻居 都传讯到了警局 首先询问的 是发现坠楼女人的刘大妈 刘大妈称 她们楼里所有的住户都是旁边无产工 所以这栋楼也叫无好楼 她家住在一楼 而坠楼的女人叫住无双 住在三楼 大家也一起住了几十年了 昨晚她吃完粽子出来凉拐 竟发现住无双趴在地上 可把她吓坏了 就赶紧大声呼救 其实前几天 她还和住无双有过矛盾呢 那天她在院子里杀鸡 住无双穿着昨晚坠楼的裙子 迈着大长腿就出来了 没想到刚走到她身边 鸡雀突然抖动了几下 血直接就溅在了住无双裙子上 当时可把住无双气炸了 喊着自己身上的裙子可贵了 要不是去拍护照照片 以及准备出国的事 她才不舍得穿呢 说完就一脸不耐烦地去清洗裙子了 说到这里 无双肯定不会自杀 一个要出国享受美好商业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跳楼呢 一定是有人将住无双推下来 她怀疑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楼上的男邻居大海 这个大海与住无双的关系很不易 几天前在楼道上 她还看见大海狠狠踩着住无双一脚 这两人像是有什么矛盾 听到这话 警方立刻对大海进行审讯 可不知为何 大海却一句话都不可说 无奈警方只能先去审讯无好楼的其他邻居 警方询问了常理主任张强 她称自己作为主任 日常工作很忙 所以最近就没有关注邻里邻居的情况 不过她知道住无双和大海关系不错 大海因为性格孤僻 与大部分邻居都合不来 但只跟住无双走得近一些 不过两人到底什么关系她也不清楚 其实这俩人都神神经经的 前段时间 他们还莫名其妙在走往上 踩碎了自己儿子的玩具海服 踩完之后俩人还一直疯疯癫癫地响 像疯了一样 至于案发当晚 她听到刘大妈的呼救声势 还在家里罚柜搓衣板 根本就没工夫注意外面的情境 这张强还挺老实的 连罚柜这事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看来她应该没说谎 随后警方找到了张强的媳妇阿兰 他得知了住无双的情况也有些平起 这住无双非常可怜 前几年父母卷走了他所有存款 带着他哥哥弟弟买了新房搬了家 只给他留下了五好楼这个十几平方的破坊 现在钱没了 自己也熬成了大龄圣女 本来自己挺同情住无双的 经常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可住无双竟然不领情 倒是经常和楼上其他男人打的鞋 而其中与他关系最暧昧的就是大海 不过最近两人好像发生了矛盾 案发当晚七点多 他带儿子遛弯回 路过住无双家门口时 透过窗户竟看见大海 推了住无双的肩膀 两人似乎发生了争吵 他不想多管闲事 就赶紧带着儿子走了 这样看来 大海倒是很有心 警方之后又询问了 住无双家对面的邻居胡同 这人是个摆摊卖臭豆腐 案发时他刚收摊回家 快走到院门口时 就听到刘大妈杀猪般的叫声 他这赶紧往家跑 过去就看见住无双躺的地上 至于发生了什么他真不清楚 说到这里他还向警方强调 刘大妈的话最不能行 他闲得没事就喜欢搬弄是非 整天胡说八道 这边刚审讯完 被独自关在审讯室的大海 竟突然倒地抽搐起来 警员赶紧将他送去医院 这才知道 大海患有自闭症和抑郁症 看来这应该就是 他不说话以及性格孤僻的原因 随后正对从住无双的主治医生那里了解 住无双身上除了坠楼留下的伤痕外 还有一些奇怪的瘀青 应该是坠楼前与凶手搏斗留下的 警方在住无双坠楼的阳台上 发现了两个红酒杯以及一把红钱 火前上有两枚指 一枚是住无双的而另一枚则是大海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海确实具有重大作案心 警方再次对大海进行询问 这次大海的表情总算有了变化 他告诉郑队 他和住无双的关系其实很好 平常没事的时候 住无双会约他到天台上 两人聊聊天谈谈情 非常轻松自在 而他和住无双也都是可怜人 没有父母的关爱 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既然他们关系这么好 有邻居怎么会看到他推住无双呢 听到这话 大海却陷入了沉默 之后就一句话也不愿再说 而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没想到次日一早 无好楼的居民 却突然闹哄哄的来了警局 他们称对于住无双的坠楼案 已经有了新的线索 郑队立刻对他们进行集体询问 张强是代表 他称昨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们没敢说 那就是无好楼要拆迁了 他们认为 住无双很可能就是因为拆迁的是 跳楼自杀的 说着还提供了他们收到的红头文件 郑队一看发现了不对 这红头文件昨天才签发 而住无双是前天晚上坠楼的 在住无双坠楼时 根本不知道无好楼要拆迁的消息 张强听后赶紧解释 称场里下发文件都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大家早都口口相传知道 其他邻居也急忙表示任何 郑队不相信他们 这群人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他们肯定是想借助无双坠楼的事 阻止无好楼的拆迁 从会议室出来后 郑队便对张强和阿兰的父亲张大爷 以及儿子成才进行了询问 张大爷称 案发当晚他很早就休息 所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过对于助无双自杀的说法 他是不相信的 这姑娘很乐观 还经常鼓励他好好治病 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自杀呢 至于大喊 他只是比较内向 根本不是坏孩子 看来张大爷对于这两人的评价还挺好的 之后警方又在阿兰的陪屏下 见到了他的儿子成才 想起阿兰之前曾提到 助无双和大海踩坏了成才的玩具 正对便询问成才这件事的真解 成才立刻否认了 称大海和助无双都对他很好 不仅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还经常开导他 他很喜欢和助无双一起 这可和他父母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之后警方在大海家进行搜查 没想到却在他床下 发现了很多邻居丢失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刻对大海进行审讯 这次大海的态度 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称自己床下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至于邻居们丢的那些东西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之所以成为众人怀疑的对象 不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性格吗 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他偷了大家的东西 还推了住无双下楼 这无好楼的邻居 一直都是口无遮拦 现在既然警方怀疑他 那他也有很多话要说 在他看来 无好楼的每一个住户都比他更有嫌疑 包括曾经他们骗区的骗警醒 从前他们无好楼的邻里邻居 相处得非常好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 刘大妈变得尖酸刻薄 可十年前 他却是个乐于住人 满满正能量的人 而张强和阿兰夫妻俩 从前非常恩爱还孝敬老人 买了什么好东西都会和邻居分享 可现在呢 不仅自私还唯利是图 张强都不是厂办主任了 却还一脸高高在上的模样 雅夫妻整天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 至于卖臭豆腐的胡豆就更不容索 从前有多单纯梗质 现在就有多不讲义 前段时间胡豆和媳妇吵架 他媳妇一气之下就带孩子回了门店 没想到胡豆却将这是怪在了祝无双身上 说祝无双和他媳妇关系好 肯定是祝无双挑拨他们夫妻感情 简直是太无耻了 而景元小红从初中开始就经常跟踪祝无双 这么多年以来 给祝无双写了无数风情书 参加工作后更是借职务之点 经常到五好楼串门 当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祝无双家 小红听到这话瞬间怒 你是不是因为他的钱被骗过了 所以吓很耻 将祝无双从楼上推了下来 大海瞬间愣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祝无双被骗了 半个月前 祝无双兴奋的告诉他 自己要嫁给一个外籍华人 还要跟着那个男人出国 出国一直是祝无双的梦想 他想向父母证明 他虽然是女人 但却不是陪琴 那天他来找自秦 实际上是想向他借点钱 办理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需要自己 名下账户里有足够的钱 也就是保证金 他实在不忍心 拒绝祝无双就同意 但他却没想到 那个男人竟然是骗子 隔知真相后的大海非常难过 要是自己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而在此时 张大爷突然来到警局 他称自己之前说谎了 其实跳楼的那个人应该是他 前段时间他去体检 可没想到结果却不如意 他为里进展了个坏东西 这东西不一定能治好 而且就算治好了 高额的医疗费也会毁了整个家 他不想拖累儿子一家 就想着跳楼死了算了 没想到却被大海和铸无双拦了下来 得知他的情况后 当天晚上铸无双就给了他五万块 说让他放心去看病 这钱不急着还 听了这话众人也是惊讶 铸无双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样的人绝不会自杀跳楼的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正对准备送张大爷下楼 没想到却在楼梯上 被急匆匆跑来的警员告知 刘霜已经醒了 警方随后便从他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根本没有任何凶手 他那晚之所以会坠落 是因为自从被骗后 他就非常焦虑 那些钱都是大海辛苦斜港赚来的 自己就这样让人给骗走了 怎么对得起大海 为了筹钱 他找到刘大妈 刘大妈的丈夫在外汇局工作 他想着能不能把自己手中的外币兑换成人民 可刘大妈害怕他想勾引自己丈夫 一点忙都不愿意吧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 小红突然来邀请他当自己的女人 一起去参加朋友婚礼 可那时他根本没有醒 犹豫了好一块 才开口向小红借钱 没想到小红听后却大发雷霆 那他就像传言说的那样 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随后还将他推倒在地 他身上的瘀青就是那时候造成的 回到家后 他独自在阳台上喝闷酒 突然注意到他养在护栏外的鸽子 想着喂点饼干吃 没想到脚下一个没占过 静意外从楼上掉了下来 得到真相后 郑队赶紧回去将大海放了出来 大海走到五好楼下 邻里邻居竟然已经在走他 经过了这件事 大家都好像回到了十年前 五好楼的气氛也好了起来 希望以后他们也能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 哎不是的